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家需要这个钱 我们还一部分账留一点自己花 天经地义 合情合理 当你这么如实跟母亲说 母亲一定会高兴 你听明白了吗 否则你说我就是借债 就是借债 房卖了也是还债 钱也没了 你知道母亲会同意你的方案吗 你的目的永远达不到 我能说一句吗 你说吧 你说 我认为房屋有我的 但是钱不是我的 关键妈妈这八十万现在已经没了 她连养老钱 包括刚才说给你的孩子 留的上大学的钱都没了 是 是因为我外边借债 老太太说心疼我也好 是怎么知道我也好 老太太帮我把这钱还了 关键你这不是还在借 这个窟窿还没填上呢 按照你这个速度到 咱们再过一年 咱再坐到这儿 估计就是几百万的书了 我后边呢 我没再借过钱了